品味一部电影走进一种人生 欢迎收看电影丁东丁 这个趴在高高的电线杆上的老电工 在烈日下已经活生生被渴死 下面明明就有水 他却宁愿渴死都不愿意下来喝 不远处另一位老人正在放羊 眨眼间他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拽进了沙子里 连同他的一群羊 片刻间没留下一只活口 你难以想象这部奇幻电影 竟然上映于1990年 异形魔怪 关于魔鬼巨兽的电影至今都深受吹捧 不过相较于现代的金刚哥斯拉 以及其他各类弟弟之王 逼真巨大造型迥异的特效造型 这部片子里的怪兽倒显得不值一提了很多 据说这里的怪兽造型来源于传说中的蒙古死亡如虫 放在20年前也算是相当精良的制作了 如我们所见 这个镇子上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灾难 长发哥和胡子书是当地的垃圾亲女工 他们正开车走在日常说垃圾的路上 结果看见不远处的一位女子正蹲在地上勘测了什么 他是一名地质学家 刚刚检测到地底下出现了一阵强烈的异动 正巧长发哥和胡子书开车路过 他将自己检测到的异常告诉了两人 起初哥俩并没有太在意 后来在路上看见了那一地的羊尸体 这才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 于是他们赶紧上车向镇子上赶去 想要通知镇民们赶快逃命 中途遇到了两个工人 他们奉劝工人们赶快离开这里 可惜工人并不相信有什么魔怪出现 结果下一秒就被地底下的怪物拽了进去 长发哥和胡子书开车来到了一家商店 他们打算用这里的电话报警 然而糟糕的是信号已经中断 这个小镇彻底和外界失去了连气 例如他把长发哥和胡子书只能继续开车去镇的伤报警 走到半路发现前进的路上已经被滚落的巨石严实地挡住 看来想离开这里也是不可能了 两人也只好返回到镇上 不过他们刚一停车 这里的居民就注意到了车子底盘的异常 似乎被一个怪东西缠住了 老司机胡子书趴下去看了看 放着胆子将他拉了出来 所有人吃惊地看着 没想到这原来是蛇怪的处须 看得出来这个蛇怪到底有多巨大 老司机庆幸自己命真大 幸亏发现得及时 居民们终于开始害怕了 他们寄希望与长发哥胡子书而人 让他们骑马去警局求救 只是两人骑着马没有走多远 沙漠里的怪兽再次出现 直接一口咬住了马 活生生送了他们领了盒饭 人后拽进了沙里 接下来的目标自然就是胡子书二人了 两人二话不说撒腿就跑 恨不得再快点直接飞出去 眼看着沙子里的蛇怪渐进逼近 二人一个猛子跳过了前面的一堵围墙 结果后面的蛇怪追得太猛 杀不住车 净直撞上了围墙当场领了盒饭 狡献逃过一劫的两人遇到了女地质学家大美 大美告诉他们小镇上蛇怪频发 恐怕不止一两条这么简单 正说着果然又有两条蛇钻了过来 步步紧逼 三人连忙逃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巨石上 蛇怪果然没办法追上去 不过却也并没有因此离开 而是一直守在巨石下面等着三个人下来 毕竟这又是一顿丰盛的晚餐 就这样他们整整耗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大美捡起了一根竹竿 想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蛇怪不能上到巨石上来 那么他们就用撑竿跳的办法 跳到一个个的巨石上 果然这下一来成功的跳到了远处停止的汽车上 不过蛇怪也紧随其后而来 就这样千军一发之际他们逃走 三个人没有想到的是 等到他们回到小镇上 蛇怪也跟着他们找来了这里 瞬间从地底下冒了出来 见到人就下口去咬 所有的人一时间四处逃窜 死得死伤得伤 在这个庞然大雾面前就像是一只蝼蚁一样 长发哥和胡子书带领着幸存者躲进了胡子里 不过房子并不能把蛇怪阻挡在外面 蛇怪从地底下冲破了房子 继续对着里面的人展开攻击 大美忽然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乱动 因为他发现只要他们定住不动 怪物就不会发现 听了他的话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 蛇怪果然找不到了目标 只好掉头离去 长发哥二人带着所有人爬上了屋顶 在这里相比才是最安全的 他们看一下远处 山路上一辆地车正在驶来 原来是镇子上枪支店的老板夫妇二人 他们刚刚在外面采购完了新的枪支 但要返回来 就在老板娘整理枪支时 因为声音过大而引来了蛇怪 蛇怪撞穿了墙壁 探进了脑袋 老板夫妇二人可是有枪在手 无所畏惧 上来就砰砰砰几枪 打在了蛇怪身上 蛇怪被卡在墙中间动弹不得 硬生生不知挨了多少枪子弹之后 终于赶屁了 与此同时 外面的地底下又钻出来一只巨大的蛇怪 先是推翻了一辆公交车 上面所有的乘客都没幸免 统统被吸进了沙子里 这蛇怪的胃口实在是不小 看得出来这些不普通通的车 对于蛇怪而言毫无抵挡之力 只能用推土机对付他们 而对面正好停止一辆推土机 不过 就是路程有点远 跑过去要冒非常大的威胁 机智的长发哥用一辆玩具车 引开了蛇怪 随后不顾胡子哥的阻拦 便向着推土机跑去 很快蛇怪便发现了自己被骗了 于是调转方向直奔长发哥而来 关键之际大美站的远处大喊着提醒他 定住千万不要动啊 蛇怪就这样再一次失去了目标 再离长发哥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了起来 另一边大美和他默契的配合引开了蛇怪 长发哥趁机成功跳上了推土机 一路风至电车的开过来带上了所有人的领寒 不过他们却低估了蛇怪的智商 蛇怪事先埋伏好的陷阱 很快他们就主动的掉了进去 还好车上枪支垫的老板随身携带炸药 一个不高兴就扔了出去 蛇怪最怕的就是炸药声 听到后下的四逃八窜 大美看着地上冒起的粉尘推测 这里肯定有两条蛇怪 胡子书一听来了主意 他用一根绳子绑住了一个炸弹丢了出去 不停在牵动 果然一条蛇怪听见动静跳出来 咬住了炸弹 下一秒就被炸四分五点 不过同样的办法他们打算用第二次时 炸弹却被另一条高智商的蛇怪丢了回来 大美和胡子书长发哥三人惨兮兮的被炸飞了出去 最后三个人冲着悬崖边跑去 等到蛇怪迅速的追过来时 长发哥却定住了 然而下一秒 就这样小镇上所有蛇怪彻底被解决 百姓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大美对勇敢的长发哥牺牲爱慕 从此两人过上了恬不知耻的幸福生活 棉一次 请 坑